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1 2 3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乔林日志 今天要带大家来新加坡的Bookies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来吃 High Tea Buffet 那这就带大家走吧 Let's go 然后他在这间hotel的三楼 从这边进去 从这个门进去就可以到楼 那我们先要带大家走一次 然后我们用手幅地上来 然后弯右 然后从这边有一个门 推进去 然后High Tea就在你眼前啦 这一间 然后它是哈拉夫 然后有清真认证哦 介绍给大家 然后你现在看到的是 他们餐厅外部和内部的样子 然后目前他们有买一送一的优惠 然后还会有送一只螃蟹 那这个是他们的餐具 所有的餐点都是哈拉夫 清真认证的哦 OK我们今天要来吃 One for one的High Tea One for one就是中文买一送一 然后它现在是67.9元的offer 然后到什么时候呢 到7月尾或者是可能会延长 不知道吧 那这个One for one呢 我们会来推荐是因为它真的很划算 然后它在一个shopping mall的里面 然后它路非常难找 等一下会拍就是要怎么进来这个shopping mall 它最好的地标就是Bookies的Ruffles Space的那个hotel Bookies的医院 它在医院的镇顿内有一个旧的shopping mall 它是一个shopping mall跟hotel一起的一个building 然后待会再跟它讲 然后这边呢它是One for one High Tea嘛 然后它的水呢也是可以refill 它有四种水 Mangos 苹果 芒果 苹果 苹果 Orangig juice 跟Panapple四种水 然后也是都可以refill的 然后进来的时候呢 它会给你这个ditches 这就是海鲜 很棒 然后这个呢是 开尾菜前菜 然后你就吃完可以再一次refill 再給我四隻小一二三五隻蝦 五個孔雀蛤 它還有一個水杯跟礦泉水也是可以嗑的 然後它的這邊裝上了一個小花來裝飾 很好很可愛 然後這家餐廳它有經過哈拉冷鎮 所以來這邊吃東西的大部分都是馬來人 然後我有看到印度人花了 好像今天就只有我們這一桌 然後我現在教大家怎麼剝蝦 用餐具剝蝦不用手剝蝦 不沾手的剝蝦方式給大家看 首先你蝦子用叉子插過來 然後用刀子把頭尾切掉 然後再來就是把它的腳切掉 然後它身體中間你就用刀子這樣畫一條線 從頭到尾畫一條線 然後你就這樣拉丹就可以把它下剝掉了 就像這樣子 為了免費?因為這是我的誕生日 你的誕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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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送的 送給妳的 謝謝 感謝 OMG這是整隻螃蟹 而且是免費的喔 OK他們現在要跑模式 螃蟹 我們的麥克爾來了 它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牛肉漢堡 然後這個是雞肉三明治 然後下面還有魚柳條跟雞肉捲 好棒好棒 開吃 OK它剛剛給我們上了一個底著的牌 底著的牌它是Fundered給大家看一下 方的底著的牌 那主食的話呢 它是圓的牌 主食的話是圓的牌 OK 接下來是我們的底著 它各上一個欸 OK 這個是我的第一輪 因為我們 我發現它每一種都是各點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是Share的話 我先吃這四個 然後其他我朋友吃 然後我們到時候在來第二輪的時候再交換 然後我的咖啡 這個是樂的卡布奇諾 這個馬卡龍 OK 這個是我們今天兩個人 One for one 67.9 然後它會加10% Service 跟7%GST 這新加坡的GST 所以總共是79.92 就是80塊啦 80塊兩個人 所以一個人大概40塊囉 不要亂的點心 OK 它有加給我們多一個波羅尼 我說我們要再多加兩個 然後它多加我們一個 然後 這個呢 是之前我們吃的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吃的 我想多加一個 可是它來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OK 是長不一樣的 我今天對這家HIGH TEA 有一點失望 然後 我說要推薦來 可能大家樂樂地來 可能你如果餵了螃蟹的話 你可以來這邊吃 不過這邊的HIGH TEA呢 它是 兩個人 加完10%跟加完7% 兩個人是80塊 那你可以在這邊吃兩個小時 可是缺點是呢 它上菜上菜真的真的真的 非常的慢 然後你如果要限時 然後你上菜可以上快一點 然後你上這樣子慢 那我們要怎麼覺得 我們有吃回本的感覺 我們覺得這個東西很值得嗎 我不這麼認為 那如果你說 OK這個是HIGH TEA 我是來這裡吃高級的 我來這邊撒錢 我來吃我有氣質的 OK你可以來這裡談空事 只吃HIGH TEA OK 然後你可以付得起這個的價值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慢慢吃 慢慢享受 慢慢Enjoy OK這個OK 那如果你想把它當成一個吃到飽的寶貝 然後你花這樣一個人40塊的錢 然後兩個小時可以吃裡吃 我跟你說 吃不飽 吃不飽 好 就跟大家這樣講 然後大家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不要花一個人 大家先得快來這邊吃兩個小時 嗯 給大家自己決定喔 OK 這個是我第二盤的點心 然後一樣再交一杯 Cappuccino Cappuccino配點心我覺得還蠻好的 這是我的第二個 馬卡龍 好我們兩個人吃完了 今天主要來體驗一下就是哈拉夫清蒸的下午茶 然後剛好是買一種衣衣 所以我們才想說來這邊體驗一下 踹踹看 然後沒想到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給大家做參考了 然後大家要不要來就是自己決定 然後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飯店整個的外觀 我覺得還蠻中高級啦 他不是說很爛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下午茶的路口指標 然後你可以做手扶梯 然後這個是飯店的外觀 他在boogis 然後他這個也是在小阿拉伯區的裡面 然後你可以遠遠看到小阿拉伯的這個教堂 他們的廟在這邊 然後你可以聽到他們的那個送經的聲音 非常非常的大聲 整個街道都可以聽得到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按訂閱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我影片上傳的話也可以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